告诉博物馆平常是在地区照顾业势民众 包括到仅仅、博建丁丁的工作 都是生意高风险的职业 过去到这些博物馆因此来感染到流感 所以南岛官政府会宣教 就特别向地名省目科技公司 来募到300个流感业务 头上业特别基盘记者会来做参团 未来将的免贵提供国管来告诉博物馆 来做事有 把流感疫苗送给我们的林明珍林建长 在南岛官邸里面今晚断业之下 办法感谢静明 以及管来農産品和爱心苗价 感谢他们无数的奉献 以及照顾管来民众进行 预防流感 把疫苗最多下 管来尽管地名科技公司 特别管了300个流感疫苗 和南岛官官邸里面今是非常感谢 特别在早上基本去家会做参团 我们国庚光生纪所生长的流感疫苗 已经被信赖了 大家对这个药剂 也不用去怀疑 一定是好的药剂 其家博物馆 并送市立地向照顾60民众 包括手医 和健康顶的工作 所以告风险的接入 过去博物馆感染到流感的案例 所以管政府已成功 特别将入阅没有300个疫苗 准备免费提供给官来博物人输用 所以透过这样我们直接来找国官 然后我们觉得这种事情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而且这个数目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觉得一不容辞 我们就一口答应了 国官生物科技就是有感而化 所以今天兼了300剂来给我们这个基教服务的服务人员来施打 我们对他们这种爱的鼓励爱的精神表示非常地感谢 我们常常是暴露在最危险的场所 那如果性感冒一发生的话 其实他们是首当其冲的 我们到管理民间也表示 管理政府除了照顾辛苦的博物人以外 今年也特别提高预约疫苗的收容 免费主持人的年费也感觉 让民众的健康更有保重 去年我们是买了7万只 今年增加了6万只 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还是会继续增加购买这个数量 如果健康不足的话 我们还是会动用1百斤来购买 管理民间不是一直讲到 如果是流感疫苗的素料不够 管理政府也会及时退化 只要是为了官民的健康 就算是开口了多的经费 也会努力来进出 现在我们上次报到 现在行程 把这个疫苗送给我们 谢谢